苗栗县环保局为了强化二手小物流通 和妇女福利服务中心合作 妇女中心整理出一处二手小物区 考量人力问题 希望民众捐赠衣物用品都是状况好 堪用 民众前来可以直接挑选 让二手物有更好流通 全新的牛仔裤 民众可以挑选带走 苗栗县妇女福利服务中心 也加入二手区的行列 当初其实这个二手交流 是那个环保局这边来先跟我们联系结洽 那他很希望就是说 在苗栗其实能够有遍地开花 所以那时候他就选择了我们妇女中心 是不是能够这边有一个据点 然后提供的就是一项 对于我们苗栗县民众的服务 那他会期望是说 家里有用不到的东西 就是还可用看用的 然后拿过来之后呢 那有民众有需求的部分的话 他就可以来我们这边领取 原本的走廊全能展示区 妇女服务中心和环保局合作 成为县内的二手小物流通点 收取民众提供的衣物之后 免费赠送 这段期间不止裤装 还有上衣内衬都有人捐赠 妇女中心考量人力问题 收取的物件希望接近全新 我们在招募这些物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脸书会公告 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就是希望提供的物品 还是真的是能够使用的 然后衣物的部分 目前我们比较暂定 就是以新品为主 就是比较穿不到的新品 那就是需要我们整理的 因为我们妇女中心 目前没有所谓的 自工的伙伴可以协助我们整理 所以我们现在 希望的是说 他捐赠过来之后 其实我们放上去 民众就可以来领取 特别整理平台让民众方便挑选 也让二手衣物有更好的流通